好,所以以我們剛剛這個工具 Squake 2跟Transformer這兩套工具組合起來 那如果你是用S4A的話 它的缺點就是它的積木是英文 但是它的優點是腳位都幫你定好 你不用再宣告 所以層次比較少一點,不用那麼多 那如果你是用新版的S2A的話 腳位要自己定義 所以會多一個定義的動作 可是它積木都是中文的 然後它的東西比比較 它有幾個積木是多的,比較好用 所以如果你沒有什麼特別需求的話 你就是盡量我們用盡量用比較新的 好,那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M-Block 那要用M-Block之前 我們要先裝它的軟體 所以請你剛剛回到剛剛那個 那個下載程式那邊 剛剛裝的這兩支對不對 現在我們要裝M-Block 所以請你把M-Block按右鍵 解壓縮 7LIP先解壓縮 解完壓縮之後 我們直接進去裡面 點兩下把它裝起來 都下一步 裝好以後會有一隻熊貓 還是貓熊在桌面上 麻煩各位 謝謝 我們要把它裝上來 聽說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如果未來你的作品需要 跟電腦就是不要用到電腦 要獨立運作的話 那你可能要暫時先使用M-Block 那他寫程式也會有一些限制 裝完以後直接把他啟動沒關係 直接把他啟動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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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